剛剛碰到京東雙十一 我就不想集運太久 所以我特意上羅湖 收了這塊neo2的3300mAh加大電 電池大舊了 用了3D打印的外殼包住它 放進原裝充電管加充電是沒有問題的 起飛之前 我看看兩顆電 裝上機的起飛重量是多少 首先看看原裝電 原裝電拆了網是152.8克 連同桃柱模組 接著到改裝電 是190.5克 起飛重量重了40克 那究竟能不能定呢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改裝電的續航能力 好了正式測試續航力 現在開機 拆網來試 試最盡的完停時間 我這次就有個秒錶在這裡 我不用自己再打個時間 好了現在駁好遙控器 我們先看看 我關掉避障 盡量用少一點電 那現在 起飛了好嗎 好 起了掌了 我按開始秒錶 起飛 好 起飛了10% 進去看看電池狀態 先看看 電池訊息 這裏 溫度很正常 35.8克 一直慢慢升 兩個電心的電壓 都很平衡 差0.01克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了 50%電壓 飛到10分半鐘 如果100% 我估計是 多少 21分鐘 距離標榜25分鐘 都還有一大段距離 好了 電池溫度 還未超過45度 還是安全的狀態 而單心電壓 現在已經去到3.62屋 3.63 3.62 好了 來到最後21%電了 我們看看電池溫度 好了 已經升到48.7度 距離50度 還有1.3左右 最後20%電了 我們看看 它究竟可以捱到多久 就是了 由於現在不是在飛出去 所以它不會在這個時候 就說你要低電降落 因為它知道你在圓停 你看到那個電池 那個剩餘的percentage 都是綠色字的 大家如果有放飛開的話 來到這個時候 你飛到出去幾百米 它已經是紅色了顯示 就告訴你 要低電反航的 如果等一下 出現這個低電迫降的時候 我應該是靠這個搖空器去打光 令到它升回 當它變成紅色字 對 現在已經看到電量低了 它響了這個低電警告 電池已經升到50度了 已經去到3.2屋了 3.2屋其實是要降落的 現在飛了18分鐘 它說原地降落了 倒數6秒5秒 4 3 2 1 0 好 它說原地降落了 應該 我現在打乾 不讓它降 盡量飛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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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iendo 好 好 這是 5 馬鈴 最好 零啦!會不會斷電呢? 現在20分鐘30秒 真的被你放乾的電 這麼好東西的現在 我鞋子夠21分鐘 可以嗎? 我最怕會餓壞電 它還能保持到的 現在 其實它夠電還可以讓 馬達轉移圓屏那部機 其實是電力還夠的 其實看回這個 我不知道看什麼指標才對 現在我待會出去飛 究竟我看什麼好呢? 現在去到2.74屋 好啦!算吧!不如 22分鐘算吧! 好啦!降落 我當它22分鐘吧! 好!22分鐘 做完原裝電的測試 看看真正同一個空間 看看原裝和改裝 有多大分別 好! 照夠了! 起了掌 起飛! 一樣的高度 首先我想說 因為電池輕了 比起改裝 所以我覺得螺旋掌聲 都靜一點 剛才是很吵的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也看回電池溫度方面 其實原裝電池都可以 升到43.5度 最後我覺得 都會捏著50度 好啦!到了50%電了 我們來看一下 飛行時間 大約有8分鐘 我當成2 即是16分鐘 剛才加大電是飛到22分鐘 那究竟是否真的多過那麼多呢? 看看它0% 看看它迫降的時候是怎樣 好啦!來到最後20%了 飛了12分半鐘 電池溫度呢 哎呀! 有58.5度 快到60度了 單芯電壓呢 3.15度 賣家就說 現在的電池呢 可以去到盡 2.5度 才要迫降的 最後2% 1% 最後1% 電池溫度應該 哇! 63.2度了已經 熱到一會兒 稍後 要冷靜一點 才可以 翻叉 2.700屋 我剛才估計 它是有16分鐘的緣停 現在就飛了15分20秒 好啦! 2.62屋 算了! 2.59了 2.58了 好啦!降落了 好! 好!最後原停時間呢 接近16分鐘 好啦!那現在2顆電 我都試了它的續航能力了 那就馬上出去試一顆加大電 可以飛到幾遠 3300mAh的加大電 現在裝上去 好啦!100%電 起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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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橋底飛出去 升高一點 接收力會比較強 就可以飛遠一點 電池溫度 昨晚做測試的時候已經看過 低於原裝電 賣家說 因為這顆電是分開兩銷 分擔了熱力 很多人釣魚 現在飛了1.4公里 用了17%電 飛行時間 我看到飛了3分鐘20秒 我希望待會不會被清馬大橋擋了信號 令它失聯 否則我就要在海面上徘徊地飛 剛剛才飛了4分鐘 電池的單深電壓就是3.91V 賣家說可以捱到2.5V才降落 看著這個Vox來飛就對了 好 現在過了青馬大橋底了 繼續向那邊的船奧飛過去 已經飛了2公里了 圖存依然是保持穩定的 一路沿著這個海面飛過去青衣那邊 我不會把高度升得太高 根本沒有需要 電池單深電壓3.86V 電池溫度只有38V 相當之理想的電池溫度 好 來到這裏 順路開始變弱了 未必要升高一點 升高一點 升高一點 3.6V未呢 現在還是3.8V 咦 應該要反航了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需要反航的了 3.7V減回1.4V 即是2.5V 要反航了 好 現在反航 好 反航 反航速度 我們來看看 都好 挨到28V 希望它回來不會低電 我現在已經預算多了 62%電就反航了 電池單深電壓3.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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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置天線有這裏好處 我不用飛那麼高 圖傳依然保持清晰 因為天線外置 接收能力都是強很多 這個高度 這樣會很接近橋面 我稍後差不多到的時候 會稍微降低一點 好了 來到50%了 電池的電量 可以看到電池溫度已經升到43.6V 單深電壓3.53V 好了 是時候降低一點高度 開始 線性地降就行了 好了 現在開始慢慢接近這個橋底 我在橋底那裏鑽過去 留意電量 現在還有2公里 它還有35%電 而單深電壓3.4V 這個反航的電量 需要計算準確 要深水清冷靜地計算 如果不是 很容易 就陪那班人釣魚 就會在他們那裏 跌下去 去到橋底 衛星信號弱 因為這些建築物 是會擋住衛星信號的 來到這裏 我看到那個 速度已經開始降低了 怎麼辦 是不是這裏大風 我再貼近這個水面來飛 好了 來到這裏開始倒數電量了 哇 現在開始有點害怕了 究竟會不會沉了大海呢 單深電壓我們看看 3.2V 我記得臨尾是會跌得快一點點的 還有19%電壓 還有1.3公里的距離 還有1.3公里的距離 看看能不能回到 跌落海就是最多Camp Care 我起碼有條片給大家看到 好了 開始心跳加速 好了 連這個低電反航的警告都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可以捱多5分鐘給我 應該飛到1公里 現在還有13%電 單深電壓 就3.2V 好了 現在要人手接管了 開始 開始 好緊張好緊張 還有10%電 800米 800米 幫我頂上它 最後那個速度是會慢了 現在都沒有手去看這個電池的單深電壓 唯有聽天由命 還有600米 還有600米 4%電 飛不飛到600米 3% 電量越來越低了 2% 看來要跌落水了 看來真的要跌落水了 1% 500米 我想飛不到了 0% 1% 看看是否最後的電可以捱到回來了 它應該會斷電的 如果是沒有電的話 還有400米 有門推進 還有高度已經是保持著 不讓它掉落水了 頂住啊頂住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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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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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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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1% 1% 2% 2% 1% 1% 哇,它真的能回來了 在那邊 撞了石垃圾 它真的能回來了,真幸運 哇,它掉了這裡 它沒有力氣了,最後那幾下 這次拉得很盡 大家應該很滿意了,這次真的拉得很盡 回到石垃圾剛剛好,掉到石垃圾 讓我撿一下 看看有沒有損傷 哇,幸好它外殼是3D Print 這裡落地 所以這裡花了一點 機器也花了一點 最主要是前面的避障沒有爆 哇,我還在怕 所以拉它有一定風險 而且用這些改裝電池也有一定的風險 大家千萬不要學 好啦,那今集就試了這顆 Bluetooth的加大電 希望大家滿意的測試結果 購買連結呢 是有兩個的 因為我訂的時候 是有一間比較偏遠的地方 訂回來的 之後我就看到淘寶又一賣 所以我把兩個的購買連結 都放在影片說明欄裡面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那影片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分享和訂閱 下一集再見 拜拜